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幼苦练魔术成年后为何会离家出走 称为签约歌手 我从上海到北京 我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这是我自己的角色 我说哪怕我这条路走不通 我说你也让我死心了 在父亲眼中 他是怎样的一个儿子 我们冬至现在成熟了 比方说现代的魔术 他运用那种舞蹈元素 他结合的比较多 在同行舞中 他又是怎样的一位魔术师 非常时尚 却又传统的 复合式的后现代化魔术表演 欢迎收看天牙共识 来自台湾的魔术新星 文佩然 与大陆魔术师惠元东 共同做客天牙共识时 将把您带入一个 不一样的魔幻世界 关于穿着我打扮和发型 我相信是比较生殖的 好是这样啊 敬请关注本期天牙共识时 魔术不明说的秘密 上集 好多的鱼啊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牙共识时 我是来自台湾的魔术师 文佩然 接下来呢 我要带来一个魔术表演 用到的是一个气球 这位先生 这位贵心 没关系行 行 好 行先 你可以帮我把这气球吹起来吗 好 越大越好 好嘞 接下来呢 我需要用观众身上的东西 小姐 你可以借我的手机吗 好 这手机 是我跟观众借的 气球 是观众吹的 呵呵 你会发出诡异的声音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气球 手机 这句话 多个音乐 手机 放进温度 放在温度 汽球里 大家扶在这朝日 终于录像 是观众 创众 课认一下 确认一下 这是不是你的手机 确认一下 以及这种 你的手机 是吧 是 现场交喊给主持人张晨小姐 来 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台湾魔术师闻佩然 来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好 你好 哇 我觉得今天一开场 那佩然就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份惊喜和意外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佩然她现在是台湾魔术界的一位顶尖的魔术新秀 那除了今天我们请到佩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之外 还请到了一位大陆非常有名的魔术师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魔术世家的傅延东先生 来 掌声有请 来 二位请坐 我想傅延东现在大家对你非常熟悉 因为前不久在我们央视的春晚舞台上 你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但是说到我们春晚的表演 其实在2011年春晚开播之前 有关魔术节目的议论 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就是可能那时候大家在猜说 今年这个春晚舞台上 那个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刘谦 会不会第三次上来呢 但是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你带给我们的精彩节目 对 过来过来 对 很好 左转 左转 不错不错 好的 继续继续保持保持状态 好 左转 对对对 好 过来 好 难度升级 对 分组训练 对 红的过来 黑的过去 不错 交叉 慢慢地 慢慢地 别着急 对了 对了 很好 总共一下 再来一次 注意了 注意了 好 齐头并进 对对对 很好 不错 很好 一字长舌 好 我们到前面给观众们拜年 太神了 我想知道在你上春晚之前 心里面是不是多少也会有一些压力 其实原来也上过春晚 只是最近魔术热 我们得感谢刘谦 把中国的魔术给带火了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的确是有很大的压力 之前也没有宣传 也不敢宣传 因为就怕没有弄好 所以就是 反正这一次呢 也是给我的一个挑战 因为这次是命题作文 也是 不是拿我们原来成品的节目 拿出来演 就是可能组里需要有一个年味 有一个民俗味 所以呢就是 根据他们要求来量身定做了 这么一套魔术 对 可能虽然以前有上过春晚的经历 但是毕竟这几年呢 是魔术热 大家对于这种魔术节目的期待感 会更强一些 是吧 但是可以说不负众望 今年你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的出色 谢谢 我现在考你个问题 这缸里现在有没有鱼 没有啊 回答正确 嗨 一会儿就有了 从哪儿来呢 鱼从画上来 画上的鱼到鱼缸里来 这还隔着玻璃呢 没错 哎 你知不知道 这画上的鱼啊 它也是有灵性的 真的 你看好了 哎 东西 它动了一下 哪儿呢 没看见啊 我感觉到了 但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为什么呀 哎 这画上的鱼啊 它也是要听掌声的嘛 鼓掌 您看 掌声响起 鱼儿就出来了 哎呀 真的 这真是画上那条鱼吗 哎 这鱼没了 那你能给变回去吗 啊 还要变回去 对啊 哎呦呗 幸亏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又来了 咱能变出来 就能变回去 哎 乖哦 听话 刚才是从这儿出来的 是吧 从哪儿来 咱还回哪儿去 走 哇 你们家鱼可真是宝贝啊 有灵性 眼东 那我可得给你出道难题 嗯 你能把这画上的三条鱼 都给我变出来吗 啊 三条鱼都变出来 哎 变到这水族箱里来怎么样 它要变到水族箱 嗯 那太难了吧 这不难 能让它上春节晚会吗 富远东 你今天要是能把这三条鱼都给我变出来 我给你的鱼做衣 行吗 这个 虽然这很难 但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过 咱只要有绝活 就什么都难不倒 朋友们 朋友们注意了 您可千万别眨眼 哎呀 动了 看好了 这就叫不可思议 哎呀 佩服佩服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锦灵锦秀 锦乾坤 富国富家富人民 提名金榜素辉煌 喜看鲤鱼 月龙门 好多的气泡啊 好多的鱼啊 好那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台湾的魔术师刘谦 大家非常的熟悉 那今天我们这边呢 也坐着一位来自台湾的魔术师 而且佩然我要告诉大家 他和这个刘谦之间 还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你告诉大家好吗 你跟这个刘谦是什么关系 讲特殊关系要很暧昧 刚才不是我用词不当哦 刘谦是我的老师啦 那所以在他身上也学到很多 魔术上面的技巧跟观念 是老师是吗 怪不得你看看大家 从他的这个穿着打扮 还有这个发型 是不是有几分相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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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穿着打扮跟发型 我相信是刘谦学我的 哦是这样啊 那相信你们是这个亦师亦友 相互学习 可能在这个技艺上互相切磋 私底下可能你们的交情 还是不错的是吗 那在上这个春晚之前 就是今年春晚开播之前 刘谦有没有跟你谈过说 今年他有没有想唱春晚 或有一些什么打算 因为他毕竟上过两届春晚了 我想春晚当然是每一个 表演者梦想的舞台 那么当然对刘谦来说 他上个 他上了两次的春晚 那表现当然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但是我相信一支反复的让同一个演出风格曝光 对魔术的这项表现并不是好事 那所以我这一次请到傅老师来做比较传统年味的艺术的表演 我相信是一个不一样的冲击 这个学新的评价还是蛮到位的是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魔术师他可能 因为魔术咱们做魔术的人会觉得就是你有一个资源的问题 就是你可能能不能持久 对 就是说你每次都要超越自己 所以呢就可能我是我是觉得啊 就可能就大家觉得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稍微自己再沉淀一下 可能期待来年会有更大的那个更好的表现 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符合一个魔术的一个发展 没错 尤其是第一次表现如此的精彩给大家带来这种惊喜震撼 那么第二次如何突破第一次 第三次第四次后面的怎么办呢 是不是如果起点特别高的话 后面可能给自己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那刚才佩安你谈到说这个春晚的舞台 可以说是每一个艺人 不管是魔术师还是其他演员都想上的 那你的师傅上了你自己想上吗 这个春晚的舞台呢 并不是说想上就可以上 它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动力跟实力 我觉得那才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面发展光大 那你的老师有没有给你传授过一些什么经验 怎么可能 他都留一手 他早就已经出师了 我的印象中佩安是 第一个参加我们国内全国魔术大赛的人 对 对吧 而且获了金奖是 04 04年 对 有着超酷外形的魔术师文佩然 来自中国台湾 曾受教于国内外数位知名魔术师 他华丽的表演风格 及熟练的技术 获得业界的一致赞赏 近些年来 文佩然活跃于世界魔术大赛的舞台 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作为台湾魔术界新星 2004年 他代表台湾魔术师 参加了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全国魔术比赛 并一举夺得这届比赛的金奖 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魔术师 而正是通过2004年的这次全国性魔术比赛 让大陆魔术师傅严东 开始留意到台湾的魔术同行 至今他都对那次比赛印象深刻 当时的时候我们大陆的魔术不是很发达 因为可能大陆和台湾的差距就在于 可能大家底蕴都很深 但是台湾可能更接近国际一点 您是魔术世家 到您这儿也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 是吧 从小受这种传统魔术的熏陶 而且说到我们中国的传统魔术 历史也是特别的悠久 而且我们中国也是世界魔术三大发源地之一 我想问一下严东 你从小看你的父辈来表演魔术 那么发展到你自己来演魔术 你感觉你的从手法上 技巧上和你的祖辈来比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应该说魔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东西 魔术的生命力也就在于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融合 我是觉得可能在我这一代身上 跟前一代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我可能会把比较多的元素 融入在魔术中 什么元素 对 因为我可能跟刘谦的差别是 我是偏舞台的 我就是也是偏不说话的 对 就是纯欣赏性的 可能我 因为我是为了魔术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从小在家里就是接受一套比较严格的训练以外 然后我还为了魔术 我还去专业学舞蹈 学唱歌 没错 好像你很多舞蹈都非常的拿手 民族舞 芭蕾舞 现代舞是吗 都会一点吧 反正不敢说跳得怎么好 反正就是在台上还能看一下吧 真的吗 大家想看不看 展示几个动作了 就几个简单的动作就OK 魔术师会跳舞 而且刚才自己说了 不会跟专业的演员那样要求你 就这样 是吧 这是芭蕾的一个手势 然后呼吸跳来 芭蕾 还有民族舞会不会 我很难跳出舞段来 是吗 动作或者脚步 或者其他舞 或者现代舞 都可以再来一个动作的展示 掌声 您现场有这样吧 大家跟我一起拍是好吧 我看基本节奏是 差不多吧 哇 好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提到魔术 很多人都将魔术和玄妙神奇画上等号 舞台上魔术师贤淑的记忆 让台下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台暗称奇 2000年 2003年 傅延东两上春节晚会 向人们展示了他神奇魔力的不同侧面 非常crazy I know我知道我最需要的一定 一定就是你 I know 能量的身体 让奇迹跟着我飞舞 在魔幻的天空 让你体验到生命 那名永远伴着你 伸出奇妙的双手 在空中 抓住他所有 有多苦的风唤 让我欢 围绕你们在旋转 魔幻天空呀 奇妙非常感受着幻想 没有你无爱啊 任你去爱 能不能爱 搭进我伸起的手 跟着他 尝试进入我的心灵世界 旋轮空间 就在你面前 魔幻天空呀 这是2003年春晚上 傅延东表演的歌舞魔术 魔幻天空 在歌声和舞蹈中 傅延东与搭档 向人们展示了 他的精湛记忆 各种魔术手法 令人眼花缭乱 这种全新的魔术表演方式 也令观众耳目一新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此前为了唱歌跳舞 傅延东竟然与父亲 产生了很大隔阂 甚至发生了离家出走的事件 我父亲可能觉得 我不够特别专注于一个东西 因为我始终是觉得魔术 它是一个娱乐 它是一个表演艺术 所以我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就做出一个 很重大的决定 我到北京 我是上海人 我到北京发展 到北京发展的 然后而且说起来很奇怪 我签的是一个唱片公司 我是过来唱歌的 是个歌手 过来唱歌的 我的父亲就觉得 你做魔术 你干嘛要唱歌呢 因为当时我有我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想试一下 就是在唱歌的里边 加入魔术的元素 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瓶颈 佩然可能会知道 就是很多魔术师 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觉得我不能创新了 我暂时我没有东西了 就是为了应对 那种压力的时候 我就想能不能突破 首先是从形式上突破 如果我是用唱歌的形式 来包装魔术 就是把原来用过的魔术 我稍微改一改 变一变 把它放到歌里边 我觉得那可能对观众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感觉 那么事实证明 当时虽然家里反对 但我还是做到了 然后就是有了03年上的春晚 那在这个生活中中 好像有一次和父亲也吵得很凶 甚至是离家出走 真的是有情况 就是这一次 就是这一次 是吧 那后来你成功了 你的父亲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因为我觉得老人嘛 你不可能就是好像真的跟你 跟你很生气 对 毕竟是儿子 对 因为我当时也比较 比较争气 我从上海到北京 我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就是所有的这个前妻 后妻做歌这些 全都是我自己承担 然后我整个 我就是当时我就说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啃老族 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是挺能挣钱 我说我 我一切我靠自己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抉择 我说哪怕我这条路走不通 我说你也让我死心了 对 的确因为现在 今天现场也很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观众 提起这些孩子 就说现在孩子特别不听话 老是跟这个父母拧着干 这叫代沟 是不是 的确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发展了 年轻人也希望有些创新 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 颜冬呢 他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行动 说服了你的父亲 就是说儿子的这种想法 还是正确的 是不是 从此以后 好像父子这种关系就缓和了 并且现在他成为了你这个魔术 这个表演上的一个 除了老师还是很好的帮手 对 他现在是我的一个主力策划 就是我的这些魔术 因为每个魔术师背后都有团队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商量以后 你可能今年的路线是有ABCD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 他美术也很强 他是国内特别少的那种 就是又能演 又能设计 又能监制 自己能够出非常专业的设计图的那种 那种那种魔术设计师 所以我的每一个道具的监制都是他 真的是得力的助手 而且好像每一场演出 如果是道具很大的话 他都要亲自到现场来建筑 来帮助是这样吧 对 因为他也是 因为他可能岁数挺大的现在 然后呢 身体也不是最好 自己在舞台上演 我的魔术大多数都是大型魔术 对 他就肯定体力上不能承受 所以呢 他很希望能够看着我演 然后每次 有的时候我演得不好吧 他有的时候在现场 有的时候我说你在家里吧 他要问得很仔细很仔细 然后有的时候演得不好吧 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还是不放心是吧 以前是自己在舞台上 把这种欢乐带给观众朋友 现在呢 是在台下静静的看着儿子 一边感到欣慰 一边呢 可能在业务上也帮你 指出一些不足 是不是 其实作为父亲 真的是用心良苦 那我们编导呢 其实也私下采访了他 他也有一些话 想对你说 来我们通过大屏幕 看一看好吗 美国有一个魔术家 叫马克罗尔逊 是个很大的魔术家 到后来他就给他儿子打工 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有点 有点这个状况 在儿子身边嘛 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也很高兴 我们冬至现在成熟了 比方说 现在的魔术 他运用了这种舞蹈元素 他结合的比较多 那么这是他跟我不同的地方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父亲 真的是特别的欣慰 说冬至现在成熟了 而且还特别肯定的 以前唱歌跳舞不愿意 像你看 克子豪 你看他的里面还用了很多舞蹈的元素 跟我不一样 比我棒 是不是 那刚才你提到你的这个魔术作品都是大型的 比如有一个就是青花词 那个好像也是父亲给了你很大的帮助是吗 对 那个是因为也是打 现在说起来是前年 09年这个北京世界魔术大会 那个比赛呢 算是现在可能国际上层级最高的比赛 说是魔术界的奥林匹克 很多国家都来 然后当时呢 因为在家门口比赛 所以呢 就是成本就可以降低很多 对 如果在国外比赛的话 我就不会动用那么大的道具 所以既然是在家里比赛 那赶紧 我就说咱们做一个大型的 那么而且之前中国人在这方面也没有 也没有过突破 可能欧美比较强项一点 所以呢 这次我爸就说 我们一定要争气 一定不能让中国的魔术败给外国人 对 所以呢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大型的民族 民族风的叫做青花词 对 一听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 对 然后呢 也是 这个节目从诞生到比赛 一共花了有五个月的时间 然后道具修改了有八次 然后呢就是我们等于也是很赶 等于做出来以后第三天就比赛了 这样啊 对 那真的是很赶 很赶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我父亲在在那里支持我 因为他有严重的糖尿病 那么他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我都觉得他每天血糖都很高 但是仍然在那坚持 坚持着一直到最后 但说很奇怪 后来得奖了 得亚军 得奖了以后那天晚上我们庆功 他糖尿病晚上是不能多吃东西的 但他那天很高兴又喝了酒又吃了好多东西 但第二天早上血糖居然才六点几 哇奇迹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也是 我觉得其实他眼睛已经半失明状态了 他完全是靠一种精神 一种一种一种内战的力量在支撑这一切 那就是魔术 他对魔术的爱好 用心在做 也非常的争气 虽然是亚军 但既没有给咱们这个家族丢脸 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刚才也说了是被称作魔术界的奥林匹克 可见这个奖项的分量 那这样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回顾一下 这个魔术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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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原因就是你在第一次表演的时候 观众可能会很认真的去体会到魔术给他的感受的那种冲击感 可是当他在看第二次的时候 他目的可能就只是要想要抓出你的破绽 想要知道你怎么变的 所以他整个心态已经改变了 那但是现在在 比较新的魔术里面 他反而会刻意的运用 大量的重复性的效果 然后一层一层的给你不同的感受 像刚刚有一个 坏人的桥段大家都看到 换人的桥段 富老师他用了好几次不同的换人 换人 对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时尚 却又传统的 复合式的后现代化魔术表演 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拗口 但是我们能够听得出来 就是他在称赞你 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 它是怎么变的 换来换去 一会出现 一会消失 一会左边 一会右边 那么我们作为外行 就是说对魔术师来说 这个手法是不是也是很难掌握的 当然因为 是吧 我们不想让你告诉我怎么变的 只是想问 对 我知道 通常我们看到那种 换人的表演 都是魔术师跟他的助演 两个人交换 对 但是傅老师用三个人交换 对 我觉得搭配跟 整个默契就必须是 不只是原本的1.5倍 可能是原本的10倍的难度 对 而且舞台上大家看了 很明亮 不是那种黑黑的背景 而且旁边也没有什么东西 遮挡 就是那么一个箱子 然后用一个那样 很漂亮的衣服 挡一下 然后那两个人就可以 穿梭的变来变去 真的是特别的神奇 哎呀 那刚才佩然已经给我们展示了这个魔术的一个小小的魔术 进行魔术 那 严东 你刚才谈了 从小就接受家里面的这种传统魔术的熏陶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在现场来一个传统魔术的展示 好吗 跟我们大家便宜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这是你的本行 我来掌声 这样吧 那个 佩然知道我们中国有一样东西是流传到世界 现在各国的魔术师都在用 那就是中国环 铁环 对 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在中国传统中有玩九个的 有玩六个的 国外呢 有玩三个的 今天呢 这样 我们玩两个 好不好 我们天涯共此时 我觉得我们海峡两岸 玩两个 同心相连 是不是啊 哇 太好了 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随波逐流 看来是个不听话的孩子 在我小时候 那时候大卫高伯飞 他来过台湾表演 那时候因为我有同学去看了 所以我就一直吵着说我也要去看 这是因为家里面不是很富裕 那票又很贵 所以 因为还加上我的父母亲 比较不重视娱乐消遣方面 这期节目台湾朋友也是可以看到的 你不怕回到家以后爸爸妈妈打你 没有我爸妈不在台湾还好 那我们这个是国际频道啊 在海外也可以播出啊 糟糕没有先讲 要去卡掉了 好没关系 所以就很期望能够看到魔术 那后来好不容易在电视上面一看到 那看到以后就惊我一天觉得 我好想学魔术 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当魔术师 因为毕竟在我的周围 并没有做魔术相关表演的亲戚朋友 所以其实我无从接触起 那后来是到大学 社团的时候 才开始有几个好朋友说喜欢魔术 我好啊 那就一起来学学嘛 因为我觉得小男生其实都喜欢 学一两张魔术 觉得这样子很酷 然后就学了 那就不学无数的开始投入这个行业 不学无数 这个词好像有点用的不太恰当 在傅老师面前也不好意思 可能我爸妈是这样说我的 可能你的父母希望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 可能很多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学魔术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觉得这个又不是一个正经的事 不能这么说 其实带给大家欢乐 带给大家这种惊喜 怎么能说是不正经的事 只不过就是有些父母他认为可能读书 考大学 将来可能做某些工作 那个才是父母心中希望孩子的成就 是吧 我想他嘴巴但是这样说 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觉得这不好 那只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领域陌生 那所以他们就希望我从事一些 他们比较熟悉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每个父母亲都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小孩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面的成长 是他们希望能参与能帮助 那一旦我走到魔术这条路的话 他们就比较无从下手 所以他们当然就不会希望我走 做一个他们陌生的行业 那开始你说学习魔术仅仅是一个业余爱好 那后来什么时候决定把他当做自己的职业 成为一个职业魔术师 其实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因为我在念大学功课很烂 然后我想说糟糕 工作那么烂我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念师范大学 理论上毕业会应该要去教书 对啊 那爸妈当然很期待以后我可以去教书 当一个老师 为人师表 乖乖的 就当个慢慢长大就好了 但是因为我工作时代太烂 所以后来想想 去考个研究所好了 当研究生 这样可以再拖几年 然后后来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因为课业不够繁忙 或是因为我不够用功 所以有时间很多 闲暇至于我想说 那现在有一些演出的机会 那当然就去演出了 那演着演着 就还没毕业 我的时间几乎全部都在魔术上面 那所以就发现 我好像已经是魔术师了 就是本来是有情书 也有一些小小的表演 但是从大家的这种掌声当中 觉得 这个专业魔术师可能更适合你 而且大家也更认可你是吧 那后来什么时候去拜刘谦为师的 这个讲起来好像 我们也没有很真的有拜师的这个过程 也是很模糊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刘谦已经是 我们魔术爱好者心目中的偶像 那当我在社团的时候 就有请刘谦老师来 我们这边授课 那当然授的也是一些 比较简单的基础的魔术表演 可是因为对于他风采跟魅力 就非常的仰慕 假設讲仰慕 但是我觉得他也很仰慕我 比如说 他仰慕你什么 比如说我会带他去做一些 除了魔术以外的事情 什么 冲浪 冲浪啊 还好 我乱讲的 没有 其实我觉得刘谦肯定很仰慕他的身材 可外貌 我觉得一定有 虽然不承认 没有 就是一些玩乐 就只是平常喜欢在一起 就年前聚在一起 然后讲一些言不吉利的话 然后大家嘻嘻哈哈 我觉得可能这种磁场是相投的 就磁场有对到 所以就相处得很愉快 那后来大家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很多魔术 那最主要的 他对我的帮助是他介绍我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 那我觉得在参加国际比赛是一个很大的眼界的拓展 那所以在国外跟他这样走了一大圈里以后 然后就开始把他当成我心目中的老师 那你刚才也说到到世界各地去表演 而且也是获了很多的大奖 比如就有所知在04年你的一个作品就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叫做金举奖的金奖 是这样吧 当时是一个什么作品 约会 约会这个作品是 当然有很多是 刘青老师也给了我很多意见跟想法 因为一开始我的希望只是传统的魔术表演 他们都只是不停地展现他的技巧 然后或者是一些道具的巧思 但是我觉得魔术表演就像刚刚傅老师有提到 他想要把唱歌融合进去 那时候我想要把一个故事的情节放在魔术表演里面 我要用一个故事在说故事的心态 像独角戏一样 然后来演魔术 所以就排出了这套节目 你不用解释了 大家从这个名字 约会 那肯定就是有故事嘛 跟谁约会呢 来 咱们谈个大屏幕 获得金举奖金奖的魔术约会 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反正很多业内人都觉得晕了 魔术师傅延东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起出去演出嘛 走穴那种 然后他说 啊 说那个咱们找谁结账 我说你还结账呢 走吧 我说不找你结账 没找你索赔已经不错 一张普通餐金纸 在大陆台湾两位魔术师的手中 会上演怎样的魔法奇迹 面对铺天盖地的魔术机密 两岸魔术师将怎样面对 魔术的美就在于神秘 不要说对魔术师是一种 呃 挣钱上面的一种伤害 对观众看表演的时候的那种情绪 有越来越有伤害 天涯共此时 邀您继续体验魔术的精彩与魅力 下周同一时间 敬请关注魔术不能说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